好,我們現在說說一個人,他要潔淨,完全要潔淨,或者我們改變一個人,都是要明白人有不同的部分,人有什麼呢? 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意志,感情,感覺,感情,潔意識,然後有他的靈,這幾樣東西是任何一個人要改變,都是要在這幾方面改變的 那為什麼思想是最容易改變的呢?因為,思想是,譬如說很多人查經,應不應該要遙恕人,應該,我應該的,應該是對的,這件事是很多人都會接受的 但是,他接受,當然思想也是有程度的,他接受這件事,和他全心相信,應該要遙恕人是兩回事的 就是有些人,他是接受應該遙恕人,但是他全心相信 好了,這個思想,又到了意志,就是說,他知道應該要遙恕,但是他決意,無論什麼情況,什麼人都好,我都是要遙恕他的人 都是選擇遙恕他的人,這是另一個情節,又有感覺,他是很想遙恕,但是呢,當他見到那個人,又不舒服 就是感覺還未處理到,然後潛意識,潛意識就說,在深層裏面,對於這個人,或者對於任何事情的感覺,深層裏面,受了人的影響 就是,譬如說,一個人,他是相信應該喜樂的,那他也有時,有些人會很喜樂的 那,就一起唱詩,站美神,又跳舞,那他很開心的了 那,他很開心的了 那,就是一個人是完全是,一個人完全是,一個人是接立人 喜歡人,愛人,關心人,這個是一個高度的,就是處理了他的潛意識 這個是一個高度的,就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有一個靈,是否完全被神掌管 完全與神相通,充滿神的同在 這是最高、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一個人來說,在一個魂來說 最高是潛意識,潛意識是最難改變的 所以一個人要提升,或完全被潔淨,所有魔鬼的影響 是需要這麼多人的配合 而因為人有罪性,所以不會一百分之一百完全的潔淨 是不斷毀日都要去潔淨 又不是很多污衛,不過人總會有罪的意念走出來 這是一個過程 但如果一個人越成熟,當他想到那個人生氣 他立即的反應說,他生氣不關我的事 我不用生氣,就立即處理了 但可能那個人說的話,他的感覺依然不太好 那一陣子會被人罵,他還是不開心 他可能需要一段時間釋放 然後他的潛意識 如果一個人的潛意識健康,他會整個人都很容易處理到 因為他裡面都是開心平安的 我們潛意識的狀態是 當我們獨處,當我們受困難的時候 就會知道我們潛意識的狀態是甚麼狀態 所以一個人想聖靈充滿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必定是由他的思想開始 所以看聖經,學聖經,聖經說甚麼 他就相信了 他以後的意志,我願意跟從 並且是有感情地的 他願意祝福人、愛人、關心人 就是他的心 以及潛意識 因為,譬如聖經教我們受苦的時候 想到慰諸受苦是有福的 不代表他的感情和潛意識上有這種感覺 當他被逼迫被人笑的時候 可能他心裡會有福顯 所以這個人越是處理到這些 以及靈潔淨 靈潔淨 靈潔淨 即是說你要釋放才能夠潔淨 這個…釋放呢 其實別人的釋放是一個輔助 最主要是他個人自己的釋放 他自己天天釋放 為甚麼呢 因為他來到… 譬如我們做醫治釋放 的確有些人初頭很大群說 一期完肚就鬆了 但他回家 他依然多數人需要釋放 他的情緒都是很有問題的 他不只是邪靈的 他的情緒都很受影響的 所以他一定要每人都能夠釋放 他當日的… 的重擔和煩惱 所以我… 我自己是覺得… 不是說你和他趕邪靈 那他就全部釋放了 是必定每人去和神有這個密切關係 然後呢 奉耶穌明去… 就是… 就是… 和處理生命 那時候呢 他整個人去… 改變和意志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整體上… 那我們自己看看我們的思想 意志 我們的感情 感情啦 感覺啦 潛意識啦 和他的靈 是不是… 都是被潔淨 和處理生活的方式 當是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追求更高層次了 為什麼更高層次呢 就是… 自己都隨時… 神保護我們以致不受影響 也都能夠隨時幫助人 就是… 有能力去幫助人 好了 又去回下一步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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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願意做,我們也輔導引導他 可能思想有這麼多東西是不好的 我們每次都改了一點 就是我們這樣的心態 這個人整個生命有多少被魔鬼霸佔了 我們現在拿回一點也好 他一步步慢慢逐步 思想改變是否代表他跟著他的意志 他的感覺、感情、潛意識和生活方式 是否全部改變 每一個人不同,我們要判斷這個人可以幫到多少 也有一個心急不來 你急不代表他會改 是需要我們去找策略 硬碰硬是很難改變的 當一個人真的跟我們的關係很好 他聽我們的說話就比較容易 當我們對他好,於是他覺得很悲哀 而他會聽我們的提議更容易 或者欣賞他的好的地方 然後鼓勵他在好的地方發展 這個比較容易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幫自己和幫人都一樣 都是這幾樣東西上去幫助 都知道分析我們的狀態 什麼狀態 分析那個人什麼狀態 我們跟人相處都是的 留意這個人 他有什麼狀態是受影響 我們怎樣去幫助他的狀態 那這樣東西是需要我們去 去了解他和幫助他 那怎樣為他的狀態 怎樣為他的狀態 他的心靈垃圾這麼多 你代討 你很深奧的 心靈垃圾這麼多 你代討 不是代表你說 好的,神幫助他的思想 幫助他的魂 或者什麼 那樣東西 就是不是你要講到那樣 神才做那樣東西的 就是我們祈禱 我們相信神會帶領我們的討告 但是又不用好像想著 不是說你停完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會改變 因為代討 是會帶來神的祝福 但是這個人接不接受 都是他自己的 就是他 譬如那個人是不信耶穌 有些人到死都不信 很多人為他祈禱 始終他都沒有接受到 或者有些人信耶穌 但是他始終不改變的 其實最主要改變那個人的祈禱 是他自己的祈禱 代討是幫助性的 代討是幫助性的 所以我們代討也不用一個壓力的 我們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我們就不為那些問題祈禱 那些爭戰頭部 在攻破他的思想 是堅固刑慮 很深奧 好像打仗 這個堅固刑慮的經文 就是講 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他不是講到代討的 這個經文 是講到你怎樣引導這個人 將整個思想 歸向神 整個生命歸向神 其實我們代討 我們可以為到我們看到的事 來為祈禱 就是他需要什麼 求主耶穌幫助 因為神會知道他做什麼 我們不用用代討指示神 不是你沒有指示那樣 神就沒有做那樣的 因為聖經都說 你未求以先行 神已經知道 神都會做事 即是其實都沒有 即是他的爭 爭至其多 是另一件事 聖經講到 《數年爭戰》 清楚的經文 就是《以弗所書》六章 有其他經文 你可以說他有暗示 有講到的 這個《數年爭戰》 在《以弗所書》六章 他講到的是用真理、信心、救恩 聖靈的寶劍、呼音的鞋 這些 最後就是靠聖靈隨時多方討告 這個爭戰的祈禱 打這個《數年爭戰》 其實是一個與神有密切關係 看到《降多論》都是與神有密切關係 這個觀念 到底打仗是怎樣 因為有不同的看法 你看舊約的時候 摩西打仗的時候 祈禱 打贏了 約西亞王 那群人敬拜 神又跟他們打仗 大衛也是祈禱 然後神就告訴他們 這次要做什麼 那就打贏了 所以其實 你看那些祈禱的內容 是沒有特別化的 一定是說 我現在與這個人打仗 我現在與他打仗 其實他就是一個敬拜讚美 神都會造高 所以我來說 我覺得 我們要告訴神 你要做什麼 我們與神有密切關係 神就會打仗 神就會打仗 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有些人會說 我們是收到神的啟示 這樣打仗 這個是聖經 其實我一直看 譬如寶羅 以忽所說 這個善良傳 講到寶羅去不同地方傳道 那些人攻擊他 但是寶羅從來沒有一次 在善良傳 或者其他人的祈禱 沒有一次說 奉耶穌明 我們爛了魔鬼的攻擊 奉耶穌明 我們去阻擋仇敵 奉耶穌明 我們要打贏魔鬼 他的祈禱 是沒有這些的 他就是求神祝福 所以 到底 什麼是真正的祈禱 如果由聖經去看 是沒有支持到 有些人所講的那種真正祈禱 因為聖經有說 趕過人的邪禱 奉耶穌明 要他走 奉耶穌明 趕鬼 主要說 好像侍奉的難所 或者地區的邪禱 聖經沒有講到 怎麼做法 講到 我們怎麼走在神的路上 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另外 在彈耶書第十章 有講到 有一個穿白衣的人 而這個人說 沒有人幫我除了米家 所以這個 應該 看他這樣形容 因為他沒有說 他是誰 這個就可以是 舊約的基督 也都是耶和華的使者 就是舊約的基督 在舊日出現 因為耶穌是無數不在 新約的耶穌 在那裡 在那裡 有講到 波斯的摩坤 他跟他爭戰二一天 就是米加勒同 有斜塔 然後他說 遲些就有希臘的摩坤 這也是地區性的邪禱 但那裡 彈耶利書 我看不見 有一道彈耶利 是祈禱希臘的摩坤 抵擋希臘摩坤 或者波斯的摩坤 他沒有這樣祈禱 他沒有這樣祈禱 他的祈禱就是認罪 求主赦免 感謝神 就是這類的祈禱 是的 有些人說 代那個人認罪 代他 聖經有講的 代那個人認罪 聖經有講的 這件事是有講的 但不是應該那個人認罪嗎 是 這件事 怎樣呢 我不知道 不過聖經有講到 是有 舊約不同的人物 都有為以色列人祈禱的 認罪 為以色列人認罪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做 一生都有這樣做 是代人認罪 是 代人認罪 是否代表我代人認罪 他的罪得赦免 未必 不過代人認罪 可能帶來一個後果 就是 神的祝福 可以臨到這個地方 不因為他們的罪難助 就是可能 就是我這個想法 因為聖經沒有解釋 為那些人認罪 我代了那個人認罪 神的祝福便會臨到那個人 未必 不是 未必 只是他犯的罪 不影響我們 或者影響其他 神的工作 這個人依然要自己認罪 他才可以得赦罪 這個只是一個 是 就是不要讓他這個罪 影響其他人 譬如代祖宗認罪 即是不要讓祖宗的罪 影響到他的後代 是嗎 是的 可能是這樣 這個聖經沒有解釋 聖經沒有解釋 聖經沒有解釋 但是聖經也說到 有不同的經文 是說到 這個人悔改 或者這個人 他舊月是憲制 習慣在聖靈開放的教會 才有這樣 傳統教會 我真的從來沒有聽過 就是要自己那個人去認罪 這就是聖靈教會 但因為有很多觀念 在聖靈教會有些來源 有些人覺得是這樣 因為神啟示他 會不會呢 神有啟示一些事情 會不會呢 有可能 我自己來講 我又這樣想 我們說地區性的邪靈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沒有問題 不會有害 一定沒有害 所以我又不會禁止人去做 不過問題是 你用多少時間做這個祈禱 一路走 一路騎 一路騎 但是聖靈有講的祈禱 是讚美神 愛慕神 感激神 求神祝福 這些是聖靈有講的祈禱 我們應該用這麼多時間放在這裡 只要說那些 講地區性的邪靈的祈禱 就不應該是我們的主要 就是起碼不是主要 如果是主要的話 聖靈應該講完這些 咦 應該可以用地區 例如我住在香港 香港區的人是讚美神 香港區的人 全人類全人類的香港的人 全香港的人讚美神 敬拜神 我奉主耶宗明宣告 都可以吧 這樣嗎 又不對 你怎樣宣告他們讚美神 他們又沒有讚美神 我代他們怎樣 我代他們 剛才我說代 這個聖靈沒有講到 你代他去讚美神 你讚美神就是你讚美神 但是你讚美神的時候 神祝福你 但是我們聖靈有講到 代其他人就是代他們認罪 如果講聖經講的 我會這樣說 有些人說 神請受的 他有做的 我不會去反對 我不會去抗拒 主要就是這樣 如果神真的想我們這樣祈禱 應該神就會在聖經會教 叫我們這樣做 但是會不會在會後的時代 神給我們一些方法 有可能性的 但是 那不是我覺得 應該是最主要的 行徒方式 其實聖經裡面 也有些 是 他們有時候做的事情 是聖經 他們當時的聖經 沒有叫他們做的 例子就是 就是 薩姆爾 那幫先知門徒 他們就 他們就 每個都在受感說話 那 就是 在那裏 聖經就沒有叫別人去受感說話 他們就每個都在做 敬拜 讚美 聖經有說 他們就做 但是聖經沒有叫別人 你們受感說話 但是他們在那裏做 所以這件事 是當時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後來我們看到他 我們又說可以這樣做 但是聖經當時來說 就是 我不否定 神可以啟示人做一些事情 聖經是沒有說的 如果那件事不違反聖經的話 不違反聖經 不違反聖經 不過問題是 有些人的感動 那個感動到底有多真實 是神不想他做 因為他自己感動呢 這個我覺得 我們不用太多時間去分辨 聖經說了我們就做多些 讚美神 感謝神 相信神的恩典 宣告神的恩典 祝福人 祝福事公 祝福全地 得福音 這些我們就期待多些 其他那些我們可以有 不過不需要是一個主要的 我們祈禱的來源 那二牧師 我替我岸母去祈禱 我都代我岸母去感謝神 去 我先說了 聖經是沒有代人感謝神 你就是認罪 但是為了國家的東西 或者為了他有的東西 你感謝神 就是代祂 你代祂 感謝神 你這樣恩待祂 這個是OK的 你代祂感謝神 你身上造功 這是OK的 那 你代祂感謝神 有沒有錯呢 我又未必說是錯的 不過 聖經有沒有這樣說 你不如做聖經說的東西 Danny 乾杯 好的 乾杯 nog 能別 smoked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